生命发展教会报告事项 周报告事项 天国人才培育 敬拜班 时间9月28号星期五 晚上7点到9点 地点渤海街 请有报名的家人准时出席 今年第三波的祷告 祷告一百天 邀请家人们参加 从9月23号到12月31号 一起经历祷告能带来超自然的翻转 各位守望者 我们感谢主在过去几次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现在神再一次呼召我们 让我们在9月23号开始 我们要一百天的一起同心的祷告 我们继续祷告 同心的祷告 我们相信神的国要降临 神的旨意要行在台湾 如同行在天上 让我们同心祷告 一起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面对在今年 要面对更巨大的挑战 无论是年底的大选 爱家的公投 两岸的关系和国界的局势 主呼召他的百姓 无论是属于哪个族群 我们不分地区的 也不分年龄的 让我们同心合意 恒切地靠祂来得胜 我们盼望从9月23号到12月31号 我们继续有一百天的祷告 直到我们看见 我们的国家社会可以转化 上帝的国降临在台湾 上帝在台湾掌权作王 兄姊们平安 我们要一起进入到2018年全台湾为国祈祷的第三波 这一波有100天 从9月23号一直到12月31号整整100天 我们都能够体会这100天是多关键 有多少关键的事情在这100天当中要定案 因此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最关键的事 就是祷告 我们的手不能做的事 祷告能做 我们一起起来祷告 不但邀请你 也请你邀请你教会的弟兄姊妹 一起加入这一波的祷告来 我们一起遇见神荣耀的座位 上帝祝福你 我们下周见咯